《王道》 商鞅因為不懂得王道和霸道的差別 才把自己和白李熙相比 今天我們講王霸殊途 所以我們也順便講一講白李熙的故事 我們要講四個關於白李熙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叫做《賈徒滅國》 白李熙這個人他是一個楚國人 他的家鄉在晚 就是現在的河南省南陽市 白李熙年輕的時候非常窮 他到30多歲的時候才結婚 娶了一個妻子叫杜氏 生了一個孩子 後來家裡實在太窮了 他的妻子就跟他說 乾脆你出外看看有沒有能夠施展你的才華 做官的機會 家裡沒有吃的當時 唯一的一隻下蛋的母雞 他的妻子把他殺掉 然後家裡沒有柴火 他的妻子就把他的門栓披了 然後把這隻雞燉熟 讓白李熙飽飽的吃了一頓飯 就把白李熙就給送走了 白李熙先後到宋國 後來又到齊國 因為沒有人引見 所以後來窮困潦倒 在齊國要飯 他在要飯的時候碰到一個人叫做簡叔 簡叔和他聊天之後 發現白李熙這個人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 於是簡叔就要幫助白李熙 可是簡叔也很窮 所以白李熙就在簡叔的家鄉 開始給別人養牛 他養牛的功夫也很好 把牛養的也是標肥體壯 後來他決定 大丈夫不能總是這樣 他就想出世 他就到了余國 由於他的這種才華 他到余國之後 就成為中大夫 因為白李熙這個人到余國 余國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他跟晉國是接壤的 同時跟晉國接壤還有一個國家叫做國國 當時晉國的國軍叫做晉憲宮 晉憲宮就想把國國和余國都滅掉 但是余國和國國這兩個國家他們是互相支援的 你打國國余國就幫助國國 你打余國的話 國國就幫助余國 所以怎麼辦呢 所以晉憲宮就想一個辦法去離間他們 晉憲宮就準備了幾匹馬 準備了一塊非常漂亮的寶玉送給余國的國軍 他跟余國的國軍講 他說我呀 現在想借你們國家的道去征伐國國 因為他的兵要出來的話呢 征伐國國想從余國借道 我把我的馬和這塊寶玉送給你 作為這個借道的買路錢 余國的國軍是一個很貪婪的人 他看到這個馬和玉之後非常喜歡 就準備答應 當時他手下有一個大夫叫公之旗 就阻止他不讓余國國軍做這個事 他說余國和國國這兩個國家 就是嘴唇和牙齒的關係 我們是唇齒相依 唇亡齒寒 這兩個成語就是這麼來的 如果你要把就是國國出賣了 借道給晉國的話 他一旦國國滅掉的話 恐怕我們余國也不會幸存 他肯定會把余國也滅掉 結果余國的國軍不聽 就同意了晉國的借道 晉國在把國國滅掉之後 反回來順手就把余國也滅了 這個故事還留下了後來36記中的一記 叫做假圖滅國 這是發生在公元前655年 抬起訴 哪裡呢 誰呢 你也要吃在一起 這裡 都很滿意 你還會想說